大家好,上一课我们一起了解了adject中的数据获取 这一课我们一起来了解Ur的使用 好,下面我们开始 Ur函数 它是用来计算某个字符串 并且执行其中的JavaScript代码 好,它的作用就是计算某个字符串 并执行其中的JavaScript代码 然后我们看到的语法 Ur函数接受一个SGIN这个参数 并且这个参数是必须的 这个参数就是要计算的这个字符串 它里面可以含有JavaScript的表达式 或者要执行的语句 好,它是必须 并且含有表达式 或者执行语句 好,那我们既然是函数 那有可能有返回值 它的返回值呢 是如果这个SGIN这个参数有返回值的话 那这个函数它就原样返回这个SGIN执行完毕的这个结果 好,有一个地方值得注意 我们这个Ur函数 它只接受原始的字符串作为参数 如果SGIN参数不是原始字符串 那该方法将不做任何改变的返回 因此 我们不要为这个函数 我们不要为这个函数 传递一些SGIN对象来做参数 并且 应用中应该要更加注意它的合法性 跟合理性 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些势力 我们先看它在字符串上的运用 看这一行势力 我在里面给它传递进去了一些执行语句 我先复制X等于10 然后Y等于20 然后我在XY做一个乘法 然后再把它们结果输出来 那我们依法函数来会把这三条语句作为参数 另外来执行 好,我们看一下执行结果 好,我们刷新读乱器 看到了我们的XXY 也就是10X20 确实同于200 好,这是我们多条表达式语句 好,我们看这个第十行 里面我们直接执行2加2 好,那么它执行结果应该是4 那这个A1函数返回4 给DocumentRide输出 那应该输出为4 好,我们刷新 确实我们也得到4 好,那我们再做一个简单式例 例如我定一个X 这样一个变量同时 然后呢,我输出 这个 它在里面用变量做一个计算 我们看它是不是返回我们想要的结果 应该是返回17 好,我们刷新 看 其实它也就是在这里 维持10加7等17 17,然后A1执行完之后 返回17 跟我们的DocumentRide做了一次输出 这是我们在字符串下的这个1万函数的使用 好,我们看一下在其他情况下 它的返回结果是怎么样的 例如我们这个第17行 我把这个注尺打开 第17行 我们是直接传了一个2加3在里面 那它应该会执行 执行完了之后 它就会为等于5 那这个1万函数返回5 但是我们这里没有做任何的输出 所以我们应该是看不到这个效果的 但是它仍然是可以正常执行的 那像我们的这个第18行 我们把这个1万函数复制给一个变量 那有可能这个会抛出来这个异常的 所以我们在实际项目中不建议这么使用 虽然我们在有些软件里面可能不会抛出异常 好,我们刷新 好,它是指线下面的代码了 你看 我们把下面 但我们 我们这个刷新它并没有抛出异常 所以它在crown浏览器里面 应该是可以正常执行的 好,下面我们看一下 下面这段代码 我们是用来检测这个1万参数的这个是否合法 我们首先用try catch包裹起来 然后我们执行了一个alert函数 alert函数里面 我们是result这个字构传 加上这个1万函数的返回值 那么1万来里面执行了什么javascript 语句呢 它执行了 弹出来一个弹框 就是一个交互的对话框 供用户输入一个表达式 然后作为执行结果 再返回给我们的retard调用 好,我们刷新 看 这是这个弹出框 是通过我们的1万核数来执行的 执行的时候 它提示输入一个表达式 例如我输入2加3 那1万函数执行这个2加3之后 应该会返回5 返回5之后 跟这个字无串相接 然后呢 传递给这个alert函数 所以我们会弹出来一个5 好,我们解决镜 看 without 为5 这就是我们的1万函数 在一些其他情况下的使用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它的1万函数是如何解析这个json格式 自图串的 那什么是json格式呢 自图串呢 json是一种轻量级的数据交换格式 逆于阅图和编写 同时也逆于机器生成解析 好,下面 我在这个注释块里面 我写一个json的这个字符串 好 json字符串 外面是个大括号 里面就是类似于我们的字典一样的 我们做一个 这是类似于一个key 然后加入userid为11 然后它的名字 那加入瓜威利1在那个字符串 那我们现在这个29行 它就是一个json格式的字符串了 那我们利用json格式内置的1万函数 将json格式的字符串 转换成json对象时 我们怎么操作呢 这样我们需要用一个小括号 先让这个字符串包住 例如上面这个对象 假如我给它复制为一个txt 这样的一个变量 然后 我复制变量的时候 我们这里应该先用括号给它过起来 好 那我外面用双引号的话 我里面就换成单引号 像这样 我就定义了这么一个变量 然后我再给它这么做解析 它会把这个解析成一个js的对象 然后通过我们的1万函数 在里面加一个一对小括号 然后把这个字符串列解起来 这个时候 假如我们就把 这个解析之后的这个对象的这个userid做一次输出 好 我们刷新 它就已经将我们的json字符串 解析成了一个对象 通过这个对象的点缘法输出了它的一个属性 userid为11 这就是我们想要的正确的结果 好 我们回顾一下 我们的实例里面有三种实例情况 第一种是字符串上 字符串上我们直接输进去了这个执行语句 它会返回正确的结果 第二种情况 我们把这个eva复制给了一些属性 并且我们也在里面直接执行了一些表达式 还用来检测了这个eva的参数是否合法 然后我们用eva来解析了这个json格式字符串 它解析json格式的字符串 就在原来的这个字符串 左右两边加向我们的小括号 它就会把我们的这个json字符串 解析成为一个json对象 然后我们通过对象的属性的访问实际室 我们就可以取到里面的值了 好 这一课我们就讲到这里 下一课我们继续 无用 旮 费 费费费费费费费